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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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爱音乐爱我 我爱音乐爱我 另外一个是系组白宫 那主要就是邀请目前线上的音乐人跟剧场人来就是节目上聊聊一些大家比较不会知道的一些内部的故事 那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跟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的 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的背景 那是精华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觉得没有被看到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才开了这样的 我一次要对两个主持人 不用不用不用 老师姻可以放松对着镜头 有点忙 那个轮转式位移 不要再闹了 那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比如说音乐人在制作作品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跟心得可以分享给就是有兴趣的大众指导 那同样的在戏就是戏剧戏类就是关于导演的想法演员自己本身的就是排练过程其实都一定会有一些该怎么说 心得 对 心得 那事实上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后来也有接触剧场配乐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值得被提到的 但是你如果只去看戏的本身呈现或听音乐本身呈现是看不到这一块的 所以还蛮可惜的 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这样子的节目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个产业音乐或者是戏剧产业的一个细节等部分 大致上是这样 那我们还有另外开了一个 谁来抬杠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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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叫明星聊天室 那这部分我们待会再聊 因为这个会比较更有趣一点 好的谢谢志明老师 戴上老师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 我想要请问一下志明老师 因为毕竟是一个那个频道的总监嘛 我们都是以一种那个养之迷糕的一个角度在看的 在沉默 在沉默 糟糕 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哦就是 您之前是有制作唱片嘛 那制作唱片跟您制作的节目的 会不会觉得制作节目上比较困难 还是有没有什么心得 有什么心得哦 关于这一块其实 现在其实直播节目普遍嘛 嗯 那做作品 有的时候是不是要跟这些做节目上面一样画龙取丑 就是选择一些 就是比较有趣 或者是大家现在流行的话题 嗯哼哼哼 那这样子长期下来其实 我讲一个比较奇怪的 就是我前阵子看很多人都在吃那个韩国那个辣面 哦 吃了眼泪鼻涕子流 然后就发现大部分的直播组或者是 呃YouTuber就开始拍类似的东西 是 那这样子看的确是很有趣 然后也可以在短期之内 就是达到冲高你的浏览量之类 那呃 我觉得这样子没有不好 但是如果以就是我们自己是做艺术创作的 其实我是希望能够再执行一点 就是我们自己的节目可以再执行一点 就是希望是就是有点深度这样子 那又 对 又不能太深 因为真的讲太深 只有少数人听得懂 嗯哼哼 就变得比较比较羊春白雪一点 对那我们就希望就是拿捏 因为这个东西跟我最近听到一个TED的演讲 TED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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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一个叫班杰明布拉顿的教授 嗯哼哼哼 他就讲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关于知识的深度 嗯哼哼哼 好大的话题 就是好大话题 我认为是说 因为现在有很多素权性的工作人 对 就比如说找几个素人 然后用很快的方式 让你去带你做过 比如说做音乐的过程 或是戏剧的过程 对对对 那我其实有很多创作者 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说某些人觉得 好像创作就是这么简单 嗯哼哼哼 会有一点点印象上面的误导 对对对 那事实上他事实上是 其实后面的工作是很多的 像音乐家大量的练琴 然后剧本家 然后去思考 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 目前都是已经生成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可以用反向式去推 你看到已经具体的东西 你反向去推一种 啊原来就是这样的 嗯哼哼哼 可是创作者是从没有把它伸出来 嗯 这个过程中的痛苦度是不一样 嗯嗯哼 那所以你说 嗯 心得就是 很痛苦吗 对 哼哼哼哼哼哼 怎么样去拿捏一个就是 该让知识深度有 啊 然后又可以让大众可以 比较容易去了解 接受 不然我就办吃拉面比赛 我们两个来吃拉面比赛 应该也不会冲到什么人气 两位也没鼻涕子留 我可以喝这边的气泡冰咖啡 因为其实刚刚蔡香一直想要 对劲我们两个喝气泡冰咖啡 这边的气泡冰咖啡 我觉得是一个很奇特的产品 非常非常的代表性 那就是想请问老师 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到的就是 我们办这个戏台放送 其实主要是想要去 怎么讲 就是建立一个节目的逻辑 然后它会是同时兼具深度 然后以及亲切度 我觉得是亲切啦 就是它可以把这些内容去传递出去 那您怎么看目前戏台放送的弱势跟优势呢 戏台放送的弱势跟优势 对呀 关于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现在不太有人听广播这件事情 广播其实是已经一个世伪的媒体 其实有话也不能讲 因为我前一阵子去广地 其实他们的AM收音机 去哪里? 工地 在工地 因为他们的AM收音机其实还是 很热门 就是走进那个场合 看到听到AM频道 就是放台语歌然后卖药 很酷 点播进去可以唱歌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戏台放送的优势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它可以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观众的收视习惯以YouTube来讲 就是它必须有画面 是可以就是你必须费神在关注画面上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变成是你比如说我今天在做一个比较简单不太需要花脑袋的实验 它其实有点像背景音乐 广播其实有点像背景音乐 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开车 开车对开车 我就可以不需要看到画面就可以听到里面的内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戏台放送的一个最有最有竞争力的地方 就是它的就是可被收听的有机性 老师是指我们就是戏台放送其实因为我们戏台放送其实在bandcamp上面也有一个我们自己的频道 对频道版面 那其实那个地方是就跟YouTube不一样是那边是纯粹的声音档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音乐来播放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可以这样子背景播放这件事情 就是它是随时可以被聆听的不需要冰子画面一直看 YouTube你一幕按掉就没有了对不对 那你说弱势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譬如说刚刚来宾有类似的大家问到问题 就是有很多来现场的观众 我们是可以来现场观看的 那来现场的观众有的时候是希望可以看到演出的 就不管是我们请到比如说刚刚的王英杰老师 王英杰老师 或者是以利高路老师 或者是培育老师 那都有一些粉丝来到现场 希望可以看到现场表演 那我们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你知道现场表演的时候 它其实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规格 那在相对的取舍之下我们希望比较希望看到的来宾聊比较内在的事情 其实回到刚刚老师您讲的就是作品出现之后 比较不容易被看到的那个面向 因为大家现在还是习惯跟喜欢看到最后呈现的样子 这没有不好 这非常好 但其实某方面会不会因为那个东西比较好懂 当然当然 因为整个消化过之后 我讲一句难听 我今天是个普通的我不懂音乐 我管你们中间不知道什么事 只要你放错音乐就是看了开心 然后比如说你今天是喜剧我可以笑的爽 对不对 都是比较直接的回馈 面向不一样 指定我要啃插机 这不是啃插机 对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业配 所以我是插 类似分感 所以就 你知道就是 说是弱势其实它也是优势 因为现场演出 的确是可以吸引到比较多的观众 对 就是有个演出 然后这个地方看看 环境好又不收费 就在那边看表演 所以 会有好坏啦 是 就是我们订阅清楚就可以 老师那这边想要请问就是说 又是你 对对对又是我 就是您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域啊 然后就是在这个环境之下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等于就在网路上会有我们的那个录好的影片嘛 然后广播有一条那现场的观众也有可以来我们现场访谈哦 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形式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是跟你讲没有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没有开玩笑 吓死我了 对 好 关于这个形式跟场域 因为其实大家透过直播或者是录影画面就会看到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咖啡厅里面 对 戏台咖啡厅里面通常放的都是轻音乐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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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轻略性的声音 对对 那我们变成是这个地方一个就是非常主观性 就是说我今天在旁边聊天你也在那边聊天 但是你一定教唆我因为我声音比较大 是一个 我还有背景音乐你们没有 好 所以题外话 那 那这个场域真的是很特别 就是因为我们有做过戏台外送 嗯嗯嗯嗯 戏台外送其实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是餐厅 嗯 餐厅比较难让人用有就是议会性的媒体出现 就是说今天你放音乐 他里面没有歌词 所以你不会去注意到里面的就是在讲什么东西 或者是他有歌词 你不会去注意大家 但是他一旦被人广播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在聊天途中就讲到 诶这个人突然开了一个八卦火车 讲得去张卦 这会不会其实跟就是那个场地原本的调性也有关系 因为原本你在咖啡厅的时候可能会就是原本就会你会预设那旁边所有人群的 是 但是唱天的时候不会老师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他中间就会产生某一些差距 对 所以在这个场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感谢就是西台卡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感谢西台卡 气泡冰咖啡 气泡冰咖啡 很在意 哈哈哈 好 好 对那来这边的话就是来听声音的话也可以顺便看书就还不错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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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老师您就是 就是因为其实您大概这半年来担任总监 你中间有没有就是呃印象深刻的经历呢 印象深刻 应该蛮多的 哈哈哈 蛮多的 哈哈哈 参加老师笑得不怀好意 不是 哈哈哈 我们自己呢 就是组成害你的事情 太多了 嗯 因为通常如果我们来现场的话我就会是在就是自己的手机或电脑上面 边工作边看这边发生什么事情 嗯 那有的时候 监控的概念 监视主持人 有时候那个声音的破音啊 就那种技术性的问题 看了我就 因为人不在现场没得调 嗯 所以就是除了紧张之外还是紧张 还有 我们亲爱的主持人 也是亲爱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参加我们亲爱的 哈哈哈 哈哈哈 非常的 当然 那瑞稿就是做来宾的功课其实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 嗯嗯 嗯 那有的时候怎么样拿捏到说该有的知性油 或者是让文字的吞咽度比较高 文字的吞咽度 嗯 就是比较好懂啊 哦 我要讲这种白话吗 才输学前 才输学前 我想这种白话吗 才 诶 诶这句我吞不下去 哈哈哈 哈哈哈 给到 哈哈哈 哈哈哈 那就是 打扰了 对 怎么样吸引 就是 怎么讲 印象深刻 就是 他们的功课就是要 做出一个 适合的大众 听 但是又有深度的工作 那有的时候 太跳蹄 就是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时候 嗯嗯 哇塞 为什么会这样问 是我吗 哈哈哈 现在就是 有没有 很紧张的时刻 提起创作的之类 对 这个很要命 哈哈哈 好 那撇开这个不讲的话 那其他就是 呃 关于 其他印象深刻的 就是现场粉丝 哦 现场粉丝 对 因为我们有一些来宾比较 知名度比较高的时候 现场粉丝其实是 布满在这个舞台的周围 嗯嗯嗯嗯 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呃 吴培亚 嗯 皮亚来的时候 他的粉丝比较隐心 嗯嗯 嗯 他们会坐在远处默默的听 然后传讯息说 哦 我在现场 对 我在你身后这样 那最 最让我 印象深刻的其实是博佑座 哦 是整团 哦 就是每次都非常非常热闹 那样打开广 就是 主播一看就发现后面有人在开合跳 然后还有那个走楼梯自己往下的那个 呵呵呵呵 那个着实是 哇 好热闹啊 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对那我其实希望的看到的 直播其实有点类似这种 嗯嗯嗯 就是 比较像之前讲的亲戚 亲戚 对 有的直播 聊那种太严肃的话题 其实就很 啊 因为我财数取得浅 所以我会听不懂 哈哈 呵呵呵呵呵 会很想要有一个很亲切的节目 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那这样子是有的好 因为你的问题搞不好也是某些人的问题 但我其实很怕就是 有时候如果哪一些来宾会觉得就是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然后去还主持节目 哦 但还好之前来宾都非常容忍我 对 可是因为那个 跟小黑分享哦 就是 其实我那时候之前在写研究论文的时候 蔡霞老师突然的告白 不是 是跟你吗 不好意思 我要撇清哦 我要那个 哦 我有 女朋友了 哈哈 好啦 这个私里遇不到了 自己讲 好啦 就是呢 那个那时候写论文嘛 然后 等到口考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老师 口考试 考试的时候 然后老师就说呢 你还是得把你的论文从头到尾讲一遍 我说 老师可是我不是都把我的论文送给评审了吗 我为什么还要全部讲 然后 那个 我老师就说 你放心 那个评审 就是不会记得你在写什么 所以你还是必须从头讲一遍 策略性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像那个 志明老师说的 就是 有时候的确是 我们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问得 浅白 可是其实他的确是不太 大家可能会不太知道一个事情这样 那拜托 浅白也是有一个浅白的底线 是的 老师 老师 不是 不是无脑我知道 你都乱问 对 你中餐吃什么 哎 我是想要早餐 不要啊 饮料是喝 什么 七包冰咖啡 好 好 大家下次来一定要喝七包瓶咖啡 不然就枉费 就是菜堂主持人一直在推荐 对 好的 不好意思 打扰了 那我这边是想要就是 因为刚刚都是在 访问志明老师嘛 我想要 比较想要知道说 小黑就是主持 还在瞬间 对对对 耶 滚起来 滚起来 小黑在主持 系组百公的时候是 什么 心情第一次 就是 就是刚开播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 城隍城孔 然后非常非常的惊恐 我刚是想到 为什么跟城隍有关系 城隍也 因为我们常常去那个地方嘛 就常经过这样 对 没有就是 就是会 嗯 因为我的背景并不是 在学习戏剧的 所以其实我真的是一个 正统的 纯 就是纯粹的门外喊 告白 对 好啦 然后就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 邀请到这些来宾来 谈到 谈论他们的戏剧 谈论他们的作品 其实 有时候我会很感动 就是这样说起来 虽然很恶心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 他们真的是边讲 然后你会觉得 这个人的能量 正在散发 嗯 是是是 对 因为 就是其实我 我也不是说很常 有机会 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 可是当你 比如说像 上次小诗老师 嗯 他在讲他的作品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很感动的状态 就是他 他在讲 他在形容他的光影 然后 那光影带的情绪 有时候我们在现场 可能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会跟啦 所以有时候我在现场 我会 我会需要一点重提点 嗯 然后去理解 这个创作者 他在想什么 嗯 那我觉得做这个节目 其实 真的是 就是 其实你一般人很难有机会 真的接触到这么多的创作者 然后了解他们的 呃 艰苦的 或者是 很有机缘的 深层的背景 对 那些东西 我觉得是 很难得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 就是 这个 这个节目 我 我自己私心是觉得 就是我们两个节目 其实是蛮有价值的 我很实在的 当然包含安琪的节目 也是一个 嗯 对啊 那安琪的 嗯 就是安琪的论述方式 因为我们两个比较 比较小咖 对 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们会比较乖一点 然后 那安琪老师他 他其实 我觉得他问问题 非常非常高明 嗯 对就是 他是一个很懂得去 嗯 去 去找你 聊一些事情的人 然后你默默的默默的 就会 就会被他引出一些东西来 我觉得真的是 太伟大 就是身为一个主持人的角色 嗯 那个 像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能就是 接下来我会想要尝试的 但是虽然是 对我来讲是有点高端的技巧吧 嗯嗯嗯嗯 那我们现在就把问题回到 志明老师 哈哈哈 想说可以休息一下 好 志明老师 对 那其实 就是如果大家之前有发表到的话 我们其实是有几次 我们是在戏台外送 嗯 对 就是我们的整个节目是搬到戏台咖之外的地方 那我们有去过了洛酒馆 嗯 还有去过深高沙咖啡馆 那 想要请问就是志明老师 就是您对于就是 呃 西台外送 那他其实到了不同的场所 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或是特殊的新的感想 关于这个问题 通常意外的收获 第一个不是收获 第一个就是觉得 技术上面要克服的问题很多 是 对 因为那边没有像我们一样 有现成的麦克风啊 皮膚色的之类的 对 所以变成是你要额外再去找一套 现场收音专用的东西 场地属性比较不一样 场地属性不一样 那一方面 场地属性一旦不一样 你要另外克服的 其实这跟背景 我自己的背景有关系就是 要去克服声音这一块 会发生的问题 老师您是电子工程背景 对 怎么样才能把 在户外采访 户外采访的状况很多 户外采访 怎么样才可以把一个 比较好的音质跟呈现度 带给就是 西台咖的观众 对 那所以你说 第一个有什么收获 应该就是 sorry 应该就是 就是收音上面的技术问题 那不算收获 那就是 也算是收获啦 就是 去学习一个新的解决的方法 是了解 那其他方面的话 就是 在酒馆主持其实还不来 我其实身为 身为就是 就是当初戏来放手的主持人 我也觉得 就是其实不一样的场合 会带来不一样的气氛 所以 呃 对于主持人来说 那个东西其实 主持人也会默默的变成 因应变成某一种 不一样的状态去访问 嗯 对啊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方面的收获 会更紧张还是更轻松 就 有酒喝当然是更放松 哈哈 多喝紧杯就好了 有麻痹 我工作中不喝酒 哈哈哈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干嘛这样以后 我不能知道我怎么接 哈哈哈 不会不会 那这一张老师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志明老师吗 呃 我比较想要知道说 呃 志明老师就是 因为我们其实也做半年了 是 是 那未来的 半年好快 对半年很快的 未来会不会有什么 新的想法会在节目呈现 呃 你是不是跟另外 有重复到吗 嗯 我要说就是因为志明老师 真的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 大家看到他有准备就是 你们今天早上的 慎重的讲稿 不是讲稿啦 就仿刚啦 是 因为我发现你们两个 我们有点跳题啦 对对对 真的吓到老师了 这边了 已经跳到最后一题去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这边 没有问题 哈哈哈 我发现刚刚都已经讲过 有没有 然后把问题再丢给小孩 有点不自然嘛 所以我就干脆 直接杀到最后一题 对对对对 那我想要再问就是 志明老师您 就是身为一个总监 那其实因为我们 戏台放送 就是接下来 呃之前安琪的戏来台 戏来台 戏来台 戏谁来台杠 卡的这个节目 其实未来会渐渐到 像一个明星聊天室嘛 那想要请问就是 身为总监的您 对于这个明星聊天室 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或是您怎么看它在 戏台放送系列里面的角色 嗯 这个问题其实跟我先前提到的就是 专业对谈的这一块 专业对谈 专业对谈 然后再找一个鼓手来对谈 哦 同样的身份 对 他是一个同样对等的身份 而且他们的直立都不算钱 嗯 对那 以两个专业人士来对讲 对谈来讲的话 有的时候 虽然会进入一个就是 阿宅状态 阿宅状态是什么 不是阿宅状态 太专业的状态 专家领域 专家领域 结界 比如说因为 他就会讲太多的专有名词 哈哈哈哈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 他是鼓的节目 是 一开始当然就是介绍 然后后来就 就跟我们一样 就开始聊他的作品 嗯 或是学习历程之类的 是 可是到后面那一段就是 开始切磋 嗯 因为每个鼓手 他都有自己的setting 是 就是鼓的设定 他的铜拔啦 然后他的鼓的高度啦 排法啦 踏板用哪一家的 然后这时候两个人就是 一人先就是 先就是 券一段一样的 哦 做完之后呢 然后他们就开始 去看对方的鼓 嗯 然后这时候他就开始 讲自己的鼓的设定 然后这时候就真的是 进入专业领域 哇你这为什么这样子摆啊 嗯 比如说 这样子 骨棒的类型啊 踏板的厂牌啊 是 然后那个高度的设定 很想不到的细节耶 我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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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就是所谓 极度专业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不是打鼓的人 你不会知道 哦 就比如说我今天要选用哪一个 某一个品牌 的鼓皮 厚度 是油面的还是霧面的 是 打起来声响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我的调音怎么调 是 然后甚至于鼓的距离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怎么样在一个 最快速的方式 哦 做他们的过门 对 那他这 实作经验 对不起 我只是 要 你知道的习惯性 OK 那所以老师您觉得就是 明星聊天室在 戏台放送里面的角色 是有点类似 这个状况吗 我是希望 因为两个都是演员 哦 或是两个都是歌手 或是两个都是 目前人员之类的 吉他的 嗯嗯嗯嗯 灯光师 或是吉他演奏家 或是二胡演奏家 嗯 像如果今天两个都是二胡演奏家 就像刚刚一样 比较 可以聊得比较深一点点 嗯嗯嗯 那 当然那个深度的拿捏 要 还是要控制 是的 那所以 呃 关于明星聊天室 我是希望 能够 藉由 两个专业人士 去带入一些更 嗯嗯 一些特质性的东西 老师是比如说 导演与导演的对谈之类的 对 嗯 就比如说 因为有一个 呃 其实乐手比较好 比较好讲 比较好讲吗 因为乐手它就是 技术性的东西 嗯 大家花多少时间练习 然后你 呈现出来的效果 就是长这个样 嗯嗯 这会有不一样的心得 这个就是 血淋淋的就是摆在那个地方 是 有些过门不够快 什么连点 没有练好就是没有练好 一看就知道 对 那导演之间的对谈 我觉得可能会 偏向 某一个作品 共同评论 哦 哦 嗯 但是我都瞎讲了 就是因为 每一个创作者 它都有自己的想法 是 对 那关于自己的作品 其实一定是 很有自信才能拿出来给你 是 所以他们其实 能不能接受 都已经自我演示过了 能不能接受批评 或者是你知道 搞不好 你等一下就吵起来 但我觉得就是 愿意把作品拿出来给大家看的人 其实 都 都会有这种心理准备 就是你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声音 对啊 我觉得那也是一种 创作者的 必备的心理素质 嗯嗯嗯嗯嗯 对啊 有的人就 一次受伤就不会再出作品 对啊 比如说我 我也没有作品 哈哈哈 我们不要对后入作 对 就椅子该了 我就坐下去 哈哈哈 那蔡香老师 我有想要 关于就是明星聊天室 有想要 聊什么 问什么吗 明星聊天室 嗯 我是想 比较 知道说 那比如说 老师您刚刚提到的是 像是鼓手这样吗 或者是 如果说乐器的话 但是像刚刚之前我们提到说 现场演奏比较 不太可惜 对 这个是比较特别 因为那个节目 它其实是 有一个大的空间 可以让你在上面 摆两套鼓 对 然后甚至是专业的手机设备 有赞助商 对之类的 对 那那个 当然规模不一样 那 我们期待的 对 有些呈现上面的问题 的确是要再讨论一下 因为 毕竟像 演出的东西 嗯 嗯 你总不会很像演员在这边 现场演吧 我觉得那个可能 就会是另外一种逻辑吧 就是算 我也希望就是 我们之后节目 可能可以 就是出一个专属系列 然后现场 之类的 但 对啊 嗯 这部分我们就是 本单位还会再继续 去研究出一个最好的方法 嗯 是 大致上是这样 嗯 那 蔡翔老师没有问题 我就要问 下一位问题 哈哈哈 因为我想要问就是 在2018老师您 呃 志明老师您在 就是对于系台放送 有没有什么 大致上的想像 或者是 准备要进行的新计划呢 嗯 当然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 关于什么明星聊天室啦 嗯 是 那就是我们其中一个计划之一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 呃 关于 难度比较高就是现场 有演出 嗯 其实杨秀卿老师那天 来 现场那样唱 我觉得氛围很好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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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就感谢杨秀卿老师 还有楚老师 嗯嗯 那么我还让老人家来 对 对 好 那这是其一 就是明星聊天室的部分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嗯 我希望跨越的话题 可以再多一点 跨越的话题 跨欲 跨欲 跨欲的话题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以戏剧为主 是 戏剧然后这边音乐 嗯 然后上次难得请到一个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做 做电玩的那个 哦 是桌有台北地方艺文工作室 哦台北地方艺文工作室 他们那个也是一个非常 特别的 说书的模式 对 说书的模式 那 对啊 我是希望 就是可以再跨更开 嗯 比如说 画漫画的也来啦 好耶 哈哈 对 好耶 因为像音乐类的就是演奏嘛 是 然后 音乐类你自己有 比较希望看到 什么特别的东西 音乐类的跨欲 这说起来我刚 我刚就是 一股脑啊 就是想到什么 社会音乐学 然后什么 生物音乐学 神经学 这种 啊我想到了 就是之前那个 现场电疗之类的 哈哈哈 比如说 蔡正佳老师的 啊是 他就是 老神经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 科学跟音乐的之间的联动 对对对对对 蛮不一样的 脱离的 他是算就是创作 文字创作 嗯嗯嗯嗯 而且是 极度高端的科学 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 好像是神经 还是生物 是不是 嗯 嗯 音乐的部分 我刚 我刚 他什么 我刚想到 我其实 还想要问 蔡翔老师 欸是的 我在 现在回敬你一下 好 您这样子做就是 我爱音乐爱我就是 这样子半年下来 因为其实你每个礼拜都没有休息耶 几乎 那您这样子 呃 这半年下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呢 我这心得当然是非常的 不得了 反正我有半个小时可以留给 也不需要那么多啦 但是其实我一直在 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在 主持第一集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要写一篇致谢 致谢吗 就是致我们这个 团队的一个 你知道老王 卖瓜子卖自夸 一个致谢 这样 然后等到二十集的时候 我就想说 是不是应该要写个致谢 那到现在我都还没写 其实就是 你知道有点 不知道从何开始这样 了解了 那因为就是 嗯 就其实 像志明老师刚刚说的 虽然大家看到我们就是在 节目当中直接是访谈啊 或者是访问 但是其实我们背后的工作啦 包括就是 嗯 跟来宾敲时间啊 然后包括声音的后置啊 然后 嗯 志明老师负责设置的这些 器材啦 音响部分 其实我们在 是 做这个 节目 背后的工程 其实是蛮大的 那包括就是 主持人我们自己的部分 就是 嗯 包括从 呃设定问题的那个 采访大纲 开始 其实我们每一个 环节都是 很认真在讨论 然后在深层 那因为一开始我接到主持人 其实我 嗯 在做这个主持之前啊 我就觉得说 欸 当主持人好像蛮好玩的 然后 对对对 也有人跟我 对对对 也有人跟我说 欸 你的声音好好听喔 爽嗎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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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的做了之后 其实很多就是 会变成是经验 就是这种东西 你没有办法去 比如说设定问题啦 然后 嗯 就是 我们的总统喔 音乐总统 对对 指导人的问题要开放 那开放要怎么样 就是又不能太深 但是要问的 等等的这些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 不断的思考 那我觉得这个是 实作方面对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嗯 帮助还有一个 很不一样的经验这样 嗯 对 然后 又可以 听到很多不一样的音乐 尤其是音乐方面吧 我觉得 嗯 呃我们都会习惯用自己的 角度 还有自己 对于我们 音乐的 已经认知的音乐 去听别人的东西 会有种音乐偏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 其实就是说 音乐它是一种 要接受的 就是你 应该听 在听别人作品的时候 你就是完全的接受 嗯 你在完全的接受 不管他 假设一个 没有学过音乐 或他真的演奏很烂的 可是你完全接受的话 你还是可以 在当中听出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我 就是做了这个节目之后 吸收到很大一个 在音乐上面很不同的想法 这样 嗯 哇真的是很深刻 哈哈哈 对很深刻 那接下来想请问就是 像志明老师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 在向老师 为什么是那么奇怪的关系 哈哈哈 我觉得 欸 想 因为我刚刚 会小心把最后一个问题问掉 你知道吗 就是 现在放手心 所以你现在是 志明老师要跟我告白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我来接受 因为其实志明老师非常非常 少有机会可以 请他出面讲话 对 跟我告白这样 哈哈哈 就不一定是对菜这样啊 但就是 呃 比如说以志明老师的角色来 可能就是 对观众或是对 就是我们工作团就说几句话 这样子 嗯 没有我要先感谢一下Dino老师 感谢Dino老师 感谢Dino老师真的 对没有因为他就是 你知道 我以为今天一直是个 就是 有个票房毒药这样子 结果居然有人留言 哈哈哈 哈哈哈 我 因为我自己看不到啦 哈哈哈 谢谢Dino老师 那 关于 新的 对不起 嗯 刚才的问题是什么 对菜香说什么吗 哈哈哈 也 也不用指定菜香 哈哈哈 主要是就是 嗯 就是 他要把这段剪掉了 什么意思啊 哈哈哈 不会或许 或许会 充高人气质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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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就是 以希台方宗总监的角色来 就是说几句话 嗯 哈 好坏 对 你为什么要发 文告之类的 很奇怪 那就是 呃 第一个就是要 要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统 非常感谢 对 客举好老师 除了就是 哈 除了自己很忙之外 还要再订我们这些 节目一些其他的细节 嗯 对那 两位主持人也很辛苦 没有 那最主要还要是 感谢各位 来 就是 戏台放松的来宾 不管是音乐类的 或是戏剧类的 愿意敞开心房 去聊自己作品一个比较深沉露骨的部分 嗯 那也很感谢安琪老师 愿意就是 然后在百忙之中 抽空留给我们 其实来放松 然后做了一系列非常 精彩的明星对谈节目 嗯 真的 那 对 因为创作其实是很 就像刚刚讲的 是很露骨的东西 我今天把我心里想的 血淋淋的摊在舞台上面给你们看 对对 然后现在又来到这个 戏台放松 还要再 摳一次 再打开一次 而且还更深 捅得更深 对 那 希望这些 这些创作者的努力 可以被 呃 观众去 看到 即便是他有打动到你 其中一点点想看的东西都好 是 那主要 然后就是我们做戏台放松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一块 真的 真的 差不多是这样 干嘛 突然感性起来 真的 我今天是在做广告 我们也没什么机会可以感性 对 趁着直接感性一下 对啊 因为我 真的也很感谢 之前所有的来宾 就是比如说王禄俊 然后他让我知道 就是剧场人的社会责任之类的 嗯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 或者是戴若梅 那他其实也 就是一个就是女性艺术工作者的角色 然后就是也带来非常多 就是关于性别上面的意识的 就是讨论 嗯 是 就是很多很多 我觉得这个讲不完 对真的讲不完 因为像刚刚志明老师提到就是 很内心的部分 我也是想到就是 鹿比费驼 那时候来的时候 他其中一首曲子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 朋友过世 对对对对 那个那个真的是令我蛮震撼的 我真的印象深刻 嗯 所以这个节目真的是 有很多很多 其实是 呃就是 如同总监上述所说 哈哈哈 突然 我的天 如同总监上述所说 我们可以 其实真的是可以看到当中 就是结果 以前的很多 过程内部的感性啊 或者是理性想法等等 很多 没有呈现给大家看到的部分 嗯 嗯 对啊 那 創作者真的很辛苦啊 嗯 我们要好好爱护他们 你想一下 算一下实心就知道了 他们真的很辛苦 对 而且其实在工作之外的时间 脑袋都还会一直在转 对一直在转 对啊 嗯 而且真的转起来就睡不着 哈哈哈 就失眠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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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 其实 是时间差不多两位有想要再补充的 吗 嗯 没有 就感谢各位创作者跟观众支持 就 2018再麻烦再多多支持 希望放松 对 好了 那总监都结语了 哈哈哈 好我们总监结语了 就是有观众回复啦 但是我们因为总监结语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哦 有的时候在一起这样 那我不知道他是说 谁跟谁在一起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那真的是 咖啡好喝 咖啡好喝 耶 非常感谢西台咖提供的 对 气泡冰咖啡 好 气泡冰咖啡 对 非常感谢 那其实真的也感谢大家就是一路收看我们到现在 虽然我们有时候就是两光两光的 然后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也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精准 但是我们真的持续认真的然后想要朝这一块努力跟进步 那未来就是我们有新的计划 如同刚刚所总监所说的某一些特殊的计划都还请大家就是多多关照这样子 那真的非常感谢今天就是戏台放松的总监许志明 还有还有就是我爱音乐爱我的主持人当家主持人蔡香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小黑主持人 对 感谢感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 那希望就是未来还有特别节目的机会有吗 总监 哦 刚才录讲这件事情 哦 突然想到好 对就是我居然没有写上去 就是2018的一个新计划里面 其实我有一个还没有跟总统报告 什么 那这样可以公开吗 想要卖关子的意思吗 就 好啦我们讨论一下 秘密就对了 哎呀 这关子卖的真好 忽然想到了 好 谢谢你提醒我 那就对感谢 好的那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一样就是下礼拜再见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还没 哈哈 没有 新年啊 对对对对 祝大家2018年快乐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也刚过嘛对不对 对 特别节目 谢谢谢谢谢谢 好那今天真的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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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